A 造訪車吧 樂兒的和聲令人動容 日前竹山高中合唱團再度代表南投縣 到情藝科技大學參加 1050年度全國音樂中區決賽 在渾身合唱高中職團體組部分 榮獲總成績90特優 竹山高中先前已連續8年優等 這一次完成9連霸 且成績更上一層樓 為南投爭光 很高興我們這一次 大家參加我們全國音樂比賽的合唱的副賽 我們得到全國的特優 也打破我們有史以來的記錄 尤其這次 也特別是我們的指導老師 李老師 他在腳受傷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做了倫理上場 能夠來全力來指揮 那也鼓舞了我們的士氣 特別是這次的一個自創曲 前三第一層 更代表了我們竹山的一個 從開之前的一個 創立到現在的一些歷史 在開學第一天練團時 指導老師兼指揮的呂怡營 在指揮時 陰太過於投入 腳跟踩空跌倒 導致腳踝骨折送醫急救 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把大家擊倒 反而更勤奮的練習 展現出無比韌性 比賽當天 呂老師坐著輪椅忍痛上台指揮 此場景令台下觀眾感動 也激發出團員的潛力 一舉拿下特優 創下學校參賽以來最佳成績 我的團員們來自於各個班級 然後跨了三個年級 那在整個運作上要流暢 其實是累積了九年的傳承 也就是說學長姐們 高三學長姐們 能夠下來帶一二年級的學弟妹們 就成為我們這整個合唱團 運作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 其實在比賽前我大概就已經覺得 他們有那特優的態勢 只是我從來不會去寄望他們 給他們這樣子的壓力 我只是在他們要上台前告訴他們 享受音樂 享受舞台 榮耀的背後是無盡的付出 議長何勝峰肯定學校師生的用心 也恭喜合唱團師生們榮獲特優 持續為線內爭光 民意新聞莊明憲竹山採訪報導